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蓝鑫 如果有一个大科技公司的研究方向是定制人类 是合成生化武器 是收集几百万的孕妇基因 您不觉得恐怖吗 在中国就有一个这样的公司 中国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被称为中国基因科技界的华为 本文分三部分给读者揭示这家公司的所作所 近日华大基因的创始人董事长汪健 2017年12月27日的一个演讲影片 又被媒体翻了出来 他在当时的讲话中声称 华大基因可以在未来5至10年 化学合成任何生命 基因合成已经进入到工业化水准 华大基因此前已经合成了病毒细菌 乃至更大一些的酵母 汪健当时说 他预计到2020年 华大基因两天就可以合成出来一个细菌 可以做成一个好的菌 也可以做成一个害怕的细菌 汪健说 人类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到原子弹 一定会过渡到活的 按照汪健的说法 中共的基因技术已经从基因改造 基因编辑发展到基因合成了 而且华大基因的基因合成已经开始量产和定制了 汪健当时透露的计划是 到2020年两天就可以合成出来一个细菌 到2022年至2027年可以合成任何生命 就在汪健这次演讲的前一个月 中共军方的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基因武器如何影响未来战争的文章称 基因武器就是指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 致病为生物的基因编码所造出来的新一代生化武器 将起到战略威慑作用 去年12月8日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 爆出汪健在另一次讲话涉及克隆人问题 一个叫王德明的用户 自称是国家基因库细胞中心 江苏运营中心主任 向中共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举报 指控华大基因 从事人类基因编辑和合成 从事定制人类、人造生命等 指其比2018年曝出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还要邪恶 他同时还贴出多张汪健 2018年5月20日在江苏南京市演讲的多张现场照片 在大荧幕显示的题目有 合成基因、人造生命和基因编辑 修改胚胎、修改命运等 里面还有怀孕妇女和很多婴儿的图片 以及华大基因在2017年参与研究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 关于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的讯息 但很快华大基因就开始辟谣 称基因编辑58个婴儿并没有婴儿出生 是遵守了人类胚胎14天的生物医学伦理规则 不过除了华大的辟谣声明 很快其他所有相关讯息 在中国网络上就无法搜寻到任何结果 但有关王德明与华大基因业务纠纷的都可以找到 在华大基因的官方网站上 显示该公司可以提供各种全基因合成服务 包括人工设计的DNA序列 以及您感兴趣的任何基因 华大基因CEO一夜在今年6月对中国媒体表示 基因合成的市场远远大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编辑 华大基因在中国被与中共通讯巨头华为相停并论 他在其2020年年度报告中说 华大基因作为中国基因行业的奠基者和引领者 以建成覆盖全球百余个国家 和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行销服务网络 成为趋止可数的覆盖全行业 全产业链 全应用领域的科技公司 除了合成生命和生化武器外 华大基因还在中国大规模排查 和获取中国人的生物医学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都汇入中共的国家基因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拿 SkinCist vivre silver Norway 监 apparent 你的推广 马行为摇了 Vers9 屏幕